A051听到韩清夏的追问 目光无比凝重 他紧皱着眉 不该打听 韩清夏看着不肯说的A051 你还记得你女儿跟你说过的吗 他差点被抓 成了菜人 你应该没见过 已经形成市场的菜人士 那里光明正大的卖人肉 听到这里 一言不发的A051身体打得哆嗦 整个世界被丧尸病毒折腾的民不聊生 没有丧尸病毒 你就不会跟你女儿分开 他更不会差点成菜人 你还想为那些人手秘密到什么时候 A051僵着的身体 在听完这些后 你真的要知道吗 快说 唉 A051长叹一口气 神学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院 它背后有一个超大的组织 韩清夏听到这句话 眼睛就亮了 是神明会 你知道神明会 A051十分意外 听过一点 神学院就是神明会的对吗 不 神学院只是神明会的一个部门 而且是最低档的部门 A051看着韩清夏 一字一句道 神明会一共有四个部门 神学院 神演院 生产公司 军团 神学院负责在全球范围收集实验者 每年都要筛选出优秀者来 普通的实验者 被我们做基础研究 筛选出来的最强者 则送往神演院 神演院 生产公司和军团 是我接触不到的级别 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是在做什么 但总之 神学院非常强大 而如此强大的神学院 只是神明会的最底层 神明会不是你能碰的 你不该再来 韩清夏听到A051的话 心口砰砰砰的跳起来 一种强到远超他设想的强大 让他兴奋到骨子颤抖 神学院 神演院 生产公司 军团 神明会 原来神明会长这个样子 这么强 就在这时 他们外面长廊 传来急促的铃声 A051的耳脉里 传来冰冷的通知声 A051瞬间变了脸色 他们发现你隔壁宿舍 有人跑了 我要去抓人 抓什么 人就在我这里 韩清夏冲着卫生间 吹个口哨 带着眼罩的琴客 从浴室里走出来 看到 他从韩清夏这里出来 A051的脸色 一时间变得很复杂 而与此同时 门外已经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你们快跑 他们发现你们有问题了 要是被他们抓到 他们绝对会杀了你们 A051紧张到 韩清夏和琴客对视一眼 两秒钟过后 七八个穿着制服的人 冲到韩清夏的房间 他们进来之后 所有人的脑子 就跟对泰山压了一样 一股无与伦比的精神 微压让他们瞬间昏迷 半分钟后 三个穿着员工制服 胸前带着门卡的人走了出来 D 门卡一刷 面前的大门就打开了 围首的白大褂微微抬眸 一双明亮锐利的漂亮眼睛露了出来 他身后跟着的一个人 挡起来的脸下 隐约能看到一眼罩 这三人正是韩清夏他们几个 韩清夏抢了一身衣服 带着A051和琴客 大摇大摆的出来了 A051给他们带着路 刚到门口 就看到一大群人往里面冲 你们怎么往外跑 里面的人抓到没 A051瞬间紧张了起来 这是一道压低的声音传来 你们几个快进去 我们就是出来 叫支援的 快 里面那个异能很强 听到这种半命令式的口吻 对面的人还想问什么 全都吞了回去 他们不宜有他 带着一大群人往楼里面跑 韩清夏则是带着人 快速往外跑 外面 他重新看到了一批一批 新入岛的人 果然 这山选就是一年一批的 这又来了一批倒霉弹 韩清夏没有时间 搭理这些倒霉弹 他一路用着抢过来的门禁卡 在A051的带领下 一路跑到了最边缘 低的一声 他们打开了最外面的一层大门 韩清夏已经听到了 身后有骚动声 A051停了下来 你们快跑 这里有我挡着 要你挡着干什么 我在这里给你们拖时间 离这里最近有一片石油田 你们往那里游 一定要跑出去 我女儿就拜托你们了 你要是回去 一定要照顾好依依 A051一脸决绝的样子 看起来打算自己死 也要让韩清夏跑出去 他女儿被他就过一次 还在他那里 他如果死能让韩清夏活着回去的话 那就还了韩清夏的情 还能让他照顾好他女儿 要照顾你自己回去照顾 韩清夏抓起他的胳膊 跟我们一起走 他拉着苏荣往外面跑 苏荣刚想说 他们这样一起跑的话 一个都跑不掉的 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艘战舰 停靠在面前的港口 那是 那是我的船 他们身后传来了 滴滴的报警声 一直用别人的卡出来 终究也被发现了 一道红外线射在他们身上 他们身后传来了 速度异能者狂奔的声音 他们这里 可是有六级速度异能者 一大群白大褂蜂蜂出动 过来追韩清夏他们 韩清夏一手抓着苏荣 一手抓着琴克 下一秒 直线加速 在狂奔中的韩清夏 速度快出了光速 最强的六级异能者 震惊无比的 看着前面连影子 都追不上了韩清夏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 要知道 速度异能提升很有限的 人体再怎么快 都是有限制 尤其是到了后面 升一级很难 但升级后的速度 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 只能说 比上一级快一秒两秒这种 而现在韩清夏 他展示出来的速度 碾压 他们上了船 在他跑到港口岸边的时候 战舰已经起航了 根本追不上 此刻 岛上的监控 将韩清夏最后一路的狂奔 传输到了显示器上 一大群白大褂 围坐在幕布前 看着离开的战舰 这个实验体 太让我惊艳了 正中央的一个白大褂 满眼惊喜道 我要知道 这个实验体的全部潜力 它语气颤抖 显然也是兴奋到了骨子里 韩清夏的实力 让它兴奋到灵魂颤抖 这绝对是超过所有人预期 所有人想象在末世中诞生的麒麟 最完美的实验体 让它把全部实力 毫无保留都展示出来 它紧紧盯着离去的战舰站了起来 它胸前挂着的门卡 是与众不同的黑金色 中间是两个耀眼的SS 韩清夏的战舰 向着自己的联盟驶去 甲板上 苏荣震惊地看着一大群人 围在韩清夏身边 给它会报工作 在这些人的对话中 它得知了 他们这些人 进一个超级大的联盟 联盟地址就在A市 一整个城市都被他们拿下来了 这 苏荣看向韩清夏的目光 震惊得不成样 联盟这几天一切正常 一个炼油厂也刚刚被打下来 我们开采出来的石油开始也炼了 以后我们烧油的车可以恢复使用 兵线推进到C市的三分之一 荣因那群人很拼命 我们进展非常顺利 荣因这么听话 在甲板上喝着饮料的韩清夏 转过头来 是的 荣因他们非常听话 他们这两天还在催你的清毒丹 韩清夏听到这里 就清毒丹能压住他 都不用他看着了 怎么感觉荣因有些听话的过分 他正想着 头顶轰隆隆飞来一大群战斗机 战舰上的反导系统启动 但是那一大群战斗机 却直奔他的联盟 站在甲板上的韩清夏看到这里 眼睛立马起了疼疼杀气 又来 而这时 他听到了轰隆隆的轰炸声音 不是对地面的轰炸 而是对空 韩清夏的防御系统 在这一刻全部自动开启 那些被系统加强过的对空导弹 跟放烟花一样 轰隆隆地对着飞进来的敌击射击 每一发都极为精准地打中这些入侵者 不超过十分钟 头顶刚刚呼啸而过的战机 全都被击落 防御系统大发微 韩清夏看到这里 加快速度回去 是 此刻暗上 陆其言看着效果如此强的反导系统 陷入了沉思 末世前 他们国家的最新系统 就升级到这个程度了吗 这也太强了吧 在雷达发现 海域有不知名战斗机飞来时 他就立刻带人过来 为了避免上次的损失 他同时让大家躲进防空洞里了 然而他刚来 战斗结束了 快到让他都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战舰的鸣笛声 一艘战舰呼啸而来 轻下 陆其言在看到韩清夏的身影后 脸上的凝重立马消散 冷酷的脸上露出一个微笑来 怎么样 敌击都拦截了吗 有敌击飞进来吗 在远程的时候 就全都被击落下来 系统出品 就是牛 他的联盟 安全方面终于有保障了 但 这PM是谁干的 神学院吗 可韩清夏从来没给过 神学院他们联盟的地址 他们和神学院接触 第一次是在BC两世峡谷里的内营 那里距离A是极远 第二次海上信息传来 他们更不知道 剩下联盟的定位 和他们接下谈判过程中 没有透露过半点位置信息 而刚刚那些战斗机呼啸而过 直奔的就是他们领地 神学院怎么就知道 他们的地址的 华国领土面积这么大 就算他们知道一些大概方位 也不可能在广告的沿海线 精准找到他们的位置 谁泄的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小女孩匆匆跑过来 姐姐 不好了 蓝姨妈被人抓走了 文依依急匆匆跑过来 韩清夏没带她去 把她交给了欧阳兰带着 听到她说蓝姨妈 韩清夏直接上头 我小姨 对 韩清夏拔开腿 跑向欧阳兰研究的大楼 此刻研究楼里 所有人都陷入了昏迷状态 监控器被震碎 欧阳兰的研究室 更是狼藉一片 她一时间脑袋陷入空白状态 连思考都不会了 满脑子都是欧阳兰被抓了 被抓走了 全世界 她只剩下欧阳兰一个亲人 欧阳兰是她心底最暖的那一点光 她一直觉得 如果没有找到欧阳兰的话 她一个人孤孤零零地在末世里 应该会变成一个非常冷血 没有人情味的暴徒 遇到欧阳兰后 韩清夏的脾气显著变好了 她做很多事 都会多一点人情味 因为她知道 谁都会是其他人的亲人 牵挂 她不需要欧阳兰做什么 她只要在她身边 就能让她觉得 自己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人 老大 这个时候 徐少阳匆匆跑来找她 荣因带着一群人进了内营里 从最远的出口 消失不见了 在发猛中的韩清夏 一下子啼呼灌顶 荣因 荣因 是荣因给她指路唐检他们的行踪 是荣因让她查到 古堡里神明会的线索 是荣因通知她 找了内营 荣因引导她的 而荣因又这么听话 一直非常懂事地 给她打前锋 不吵不闹 其实是因为 荣因是神学院的人 她早就加入了 她折服这么久 现在把她小姨抓走了 就在韩清夏捋完这些信息 她又得到一个新的消息 韩清夏 神学院那边给来消息 他们要你重新回去 然后就会告诉你 欧阳兰在哪里 所有人注视下的韩清夏 在听完齐桑传来的消息后 她咬着后槽牙 所有人听我的命令 整顿三军 所有作战员 战机 战舰全都进入战备状态 带上所有武器 装备 杀进神学院主导 韩清夏绝不受制于人 欧阳兰被抓 她乖乖听话地去 对面的人绝不会放人 而她也将彻底失去主动权 她要杀 杀上去 杀得对面的人怕了 她才真正有机会 就回欧阳兰 杀 四日 艳阳好日 一对森燃战舰出现在海上 神秘会的听好 我是韩清夏 来自盛夏联盟 把我小姨平安交出来 我不接受任何条件 今日踏平神学院 你们如果敢伤害我小姨下 我用我的名启示 我剩下联盟的炮火 将打遍你们神学院 神研院 生产公司 军团 包括你们神明会 我韩清夏 将用你们所有人给她陪葬 韩清夏的声音 通过电波 传入到一间会议室 一个胸前挂着SS的男人 听着这道声音 明亮的眼睛越加兴奋 韩清夏的话 一遍遍地传入神学院岛上 她的战舰一寸寸 逼近神学院的领地 但她一直得不到 对面半点信号 倾吓 对面的人不回复 陆其言站在韩清夏身边 神情凝重道 一句话不回 沉默应对 是想看他们 真的敢不敢动他们的岛 韩清夏眼眸森冷地 看着前方的港口 抬起手来 杀 嗖的一声 全部的查打无人机 在战舰上升空 向着前方的神明会主导而去 神明会已经动到 她的最底线了 昨天的轰炸她的联盟 又绑架她的小姨 她没有退路 末世里 碰到底线还能忍的 那一定就是被人宰杀的鱼肉 就算她弱小 她今天也要像跟钢针 狠狠扎进他们心口 但凡神明会不蠢 就知道她不好惹 不该再用欧阳岚要挟她 因为 她真的做了最坏的打算啊 我声不为逐路来 都门揽住黄金台 但逼到她底线 哪怕对面是一条巨龙 她今天也要图了 哄 神学院主导上的防御火炮 全都启动 向着空中飞来的无人机轰炸 哄 哄 第一线的无人机全都被击落 但同时被击落的无人机 载着炸弹而落 哄 炮火沿着主岛边缘炸开 这时自杀室进攻 我是小夏 执行必杀任务 连接着超级管家小夏的无人机自杀室 前扑后继的对着前面的海岛轰炸 前面的被炸掉 后面的就趁着时间往前冲 火线一路轰炸到他们的反导系统上 轰隆隆 哄 这里严密的防线 被一波一波自杀室的进攻给轰开 神学院的防御被轰开之后 大量战斗机升空 那些韩清夏在三家方舟基地缴获的战斗机 呼啸飞入海岛之上 轰隆隆的炮火 毫无保留的轰炸下去 昨天这些人 可是要炸韩清夏的基地的 还给他们 战斗机炸了一遍之后 韩清夏的战舰顺利入港 他从战舰上下来 带着一大群全副武装 肩扛着单兵导弹和冲锋枪的作战员 向岛内冲锋 杀 他带着人 踏平这座岛的每个角落 踏遍每一个房间 杀人 不仁之人约可杀 不义之人约可杀 不容之人约可杀 不顺之人约可杀 不理不治不信人 韩清夏约杀杀杀杀 冲天血震透长空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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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办公室内 一大群人看着杀气腾腾 真的将他们神学院给踏平的韩清夏 全都沉默没有说话 而为首的男人 则是看到韩清夏把神学院每一个角落都杀过去后 眼里的兴奋 逐渐多了几分凝重意味 竟然是个硬骨头 他完全没想到韩清夏这么硬 他紧紧地盯着屏幕里韩清夏的身影 看着他周围大批大批不为死的作战员 没想到他除了自己的实力 背后还经营出这么大的实力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他连说了两句有点意思 敢真的带人杀进他们神学院 彻底点燃了他们的目光 太硬了 男人勾起唇 胸前的SS黑金卡闪了闪 通知总部 这个苗子骨头太硬 来硬的不行 从白天到傍晚 韩清夏带着人 把海岛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 没有找到欧阳兰 甚至连一个S级别的员工都没有找到 就连他之前遇到的徐海那群人 也全都不在 他把神学院彻底拿下来后 凝重地立在海岛中央 就在这个时候 海岛上的广播滋啦滋啦 传来一道冰冷的通知 恭喜你 能够7913成为神学院这一届新领导 你的优秀表现让我们非常满意 现在我们想重新跟你谈谈你小姨的事 她确实在我们手上 她目前很安全 我们希望和你做一笔交易 我们有一位K博士 现在F式的丧尸潮中 我们想请你去解救她 如果你帮我们把她解救出来 我们将用你小姨来交换 立在原地的韩清夏 听着上面的广播 她的眼眸一寸一寸的冷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我们明天将派一架直升机到神学院 里面只有一个驾驶员 K博士的位置以及一些物资 你自行考虑是否前往 广播说完这句话 声音就停了 韩清夏站在正中央 清夏 牛 老大 一群人围了过来 你不能去 肯定有诈 大不了就慢慢找小姨 他们要是敢动她 我们一定杀了他们 一年找不到 就找十年 就找一辈子 闭嘴 韩清夏打断这些人 她看着这些人 我自己会想 她甩开这些人 一个人走到外面 她站在海边上抽烟 一盒一盒地抽 这个时候 琴克走了过来 去吧 把我带上 她的话 让韩清夏转过头来 刚刚所有人都劝她不要去 陆其言 月图 徐少阳 所有人都不要她去 就琴克说了 让她去 你装的不在乎你小姨生死 跟所有人说做好准备 不受制于人 逼对面的人让步 其实你心里怕得要死 就怕他们真的傻逼 对小姨下手 抽着烟的韩清夏 转过头来 她看着身边 让人讨厌的琴克 你昨天找不到你小姨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发呆 他们不懂你小姨 对你的重要 我知道 亲人 对你最重要 那是你对抗全世界的力气 琴克这个人 就是讨厌 因为他最会看人心 他吊锅 总是插科打混 但他总是把所有人的心态情绪 都收到眼里 他聪明的过分 心思细的像发思 从来也只是他不想 如果他想 什么人的心思 他都能读出来 你不也是 韩清夏这时道 对啊 我们是一类人 琴克嘴角滑起一道笑 都是非常重感情 重亲情的人 但可惜 他们都没有一个好的家庭 可能越是在那种残破的环境 越渴望珍惜一点点亲情的温暖 去吧 带上我一起 琴克再一次跟他道 韩清夏终于露出笑 好 韩清夏重新恢复元气 不就是什么狗屁神明会吗 他神学院能打下来 他们的神研院 生产公司 军团 他都能打下来 只要他知道他们的地址 他现在就要尽可能的知道 他们这些机构的位置 一个一个的去打 只要那边人不把欧阳岚还回来 他就会一点点的杀上去 如果真的对欧阳岚动手 那么他更是亲近所有 都要图了神明会 总之 神明会就是他的大敌 次日 一架直升机 果然如约降落到神学院的主岛上 直升机在降落下来后 就被一大群鹤枪实弹的人给包围 韩清夏走了出来 他走向那架直升机 让他意外的是 开直升机的竟然是徐海 大佬 是我 徐海在认出韩清夏后 惊喜又意外地对他道 怎么是你 韩清夏也很意外来的竟然是他 徐海连忙下直升机 此刻他已经换上了白色的员工制服 胸前还有一个全新的号码牌 我现在被提拔到员工岗位了 已经是神学院的正式员工 其他人呢 我不知道 他们被带到别的地方了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神研院 徐海兴奋地跟他讲 原来神学院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部门 网上还有很多部门 我现在成了神研院的基础员工 神研院在哪里 徐海摇着头 我不知道 上面的人跟我说 我完成了这次任务 才允许我回神研院总部 韩清夏听完了然了 像徐海这种底层员工 前期肯定不能知道什么 而这一次 还是他的第一次任务 对了 我来接人去F市 是谁要来 徐海茫然地看着周围和之前截然不同的人 怎么感觉两天过去了 这里人都换了 这里不是神学院主导吗 我 韩清夏这时到 他带着人大步往里面走 身后徐少阳 金虎等人全都跟上 就连陆其言和月图也都上前 我们去 等等 徐海看着这么多人 上面说了 我这一次最多只能带两个人走 你TM谁啊 月图低着声音 就跟一头老虎一样的 徐海在他的低吼下 全身一僵 都忍不住往后退两步 这人看起来 是个惹不起的强者 我们多上去几个 没问题吧 又一道声音传来 陆其言的声线比较柔和 但是一股不怒自威酒居上位的领导范 依旧让徐海打个颤 不敢直接看他 不 不行 周围一大群人上前 个个都是酒精沙场 如狼似虎的威压 让徐海简直想躲起来 行了 这时 韩清夏的声音传来 我带琴克去就行 韩清夏的声音落下 徐海立马就跟被解放了一样 快上直升机吧 我也有时间要求的 徐海道 嗯 韩清夏带着琴克上直升机 周围其他人的目光 依旧落在徐海身上 小子 别搞花样 我们记住你的脸了 出事了就找你 徐海在他们这些人的话下 连连点头 而这些人的话语 在转到韩清夏身上时 全都变了 小心 通讯器不能丢 随时联系 东西带够了吗 你还有枪吗 我再给你一些武器 不用了 你们全都回去 韩清夏一声令下 周围的众人才听话的退后 徐海这个时候 才懵懵懂懂的意识到一件事 大佬 那些都是 都是我小弟 徐海 徐海震惊地 看着云淡风轻的韩清夏 好吗 大佬果然是大佬 这妖牛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让你们去我的联盟 我那里非常安全 韩清夏继续道 你们之前营地的人都搬进去了 徐海听到这里 狂咽口水 要是早就知道 韩清夏这么有实力 他何至于进到神学院内营里来 当时的他们 真的是短视了 对了 你这套的任务是什么 韩清夏道 我要把你送过去 然后离开 你离开 你不等我 韩清夏接着问 是的 我把你们送到那里就要离开 后面接你们的可能有别人 徐海如实道 那你别走 跟着我们不行吗 秦克这是钻漏洞问 徐海连忙摇头 不可以 这架直升机上有定时炸弹 如果我不按时间回去 直升机就会被炸毁 这话落下后 秦克也没有再说话了 直升机内有两套装备 里面照就是有一个 可以接到通知的耳麦 一个显示地址的定位器 还有一整包的压缩饼干 肉罐头 能量磅和水 这一次给韩清夏的准备 可是非常丰富 但可惜 神学院给了一切吃的 韩清夏都不敢吃 他可是亲眼见过 那些人的食物有问题的 这些东西他收拾了一下 背起来 这个时候徐海就到 定位到了 直升机轰隆隆地降落在一个 高楼楼顶的停机坪上 这里是F市 大量化工厂云集的重镇 同样也是大量打工者来的地方 当然这里的人口 没有S市那么可怕 但也别是多一倍 他们降落在F市西北角的区域 而韩清夏手上的定位 显示的解救目标 在东南位置 你们怎么不把我们 送到目标地旁边解救 秦克问道 我不知道 我只按照指令行动 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韩清夏这时道 他眼睛冷冷亮起 那些人是想看他 到底有怎么样的实力 直升机重新升空 大楼下方的诗群 被声音吸引过来 呜呜呜呜呜大叫 向着这里围来 这栋楼只有十层 周围一排十层以下的楼房 楼间距又窄又密 F市是靠化工厂起家的 这里的经济不错 但是房子大多还停留 城中村自建老楼这种程度 因为钱主要被工厂老板挣去了 来这里打工的 不可能在这附近买房 就连房地产都很少 踏足这片地方 所以这里的城中村 自建房特别多 而且都是建的六七层高 往自建房最高标准来建 专门给外来打工者住 韩清夏脚下这一栋 是商住一体楼 楼体外挂满了褪色的广告牌 什么学习机 电话卡 蜡条 贷款 疏通下水道药剂 这种小地方的广告 都不是一般的接地气 而广告下方 则是穿插着各种电线 和外身的晾衣杆 从这栋楼 能和隔壁楼的接轨 如此密集的楼间距 韩清夏都觉得 这里漠视前很适合跑酷 脚下呜呜呜呜呜的丧尸 挤成一团 入目所及 下方没有一处下角的地方 而这时 韩清夏感受到 自己脚下这栋楼在颤抖 哦哦 哦 成百上千的丧尸 撞击着他脚下这栋老楼 韩清夏脚下的大厦 传来像地震一样的颤动 丧尸围楼 跟着我跑 韩清夏看完周围的环境后 目光落在 只有三米间距的楼顶 他直接翻过楼顶的防护栏 抓着外面挂着的广告架子 半边身子悬在空中 像一只无比敏捷的豹子 脚一蹬 就越过三米左右的楼间距 轻松落到对面 秦克紧跟着他的脚步 在韩清夏跳过去后 他跟着跳过去 他们跳下去之后 他们刚刚所在的 那栋大楼天台门 就被冲破 四五只丧尸 握嗷握嗷冲破铁门 向着他们摇头晃脑跑来 这些丧尸 和韩清夏在外面 看到的不太一样 他们的皮肤 呈现的不是惨白的褐色 而是像中毒一样的青色 青色的丧尸 死人脸上 一双双灰白色的眼睛 格外突出 眼眶周围发红 好像他们的眼睛 随时就要掉下来 哦 韩清夏面前 一个晾晒的床单被砸倒 一只青色的丧尸 张开血盆大口 挥动着锋利的爪子 摇着头向他扑过来 蹭 一把长刀凭空出现 对着面前的丧尸 脑袋砍去 一刀下去 正中丧尸的脑瓜人 一枚闪着光的金盒掉了下来 丧尸满脑袋的脑僵子 像摔碎的烂豆花一样 结成絮的躺满地 黏黏呼呼 细细烂烂 一团一团的流 和韩清夏平时看到的 丧尸脑僵子完全不一样 已经腐烂四年的 丧尸脑僵子是会萎缩的 里面能流淌起来的组织液很少 一刀下去 最多喷一点脑僵子 像这只丧尸 怎么看起来 就跟心思没多久的一样 但是他的体态和身体的 腐烂程度分明 就是死了很多年的老丧尸 难道是因为 这里有很多化工厂 影响了当地人的健康 变成丧尸后就是青涩的 然而 现场不能让韩清夏多研究 他身后的丧尸 大批大批地 从对面天台跳跃追过来 韩清夏摆地上的金河一跳 丢给秦克 收好 他拎着刀继续往前跑 这里的楼高高矮矮 楼顶有的是晒衣服的阳台 有的是搭建的围剑房 阳光房 还有斜坡屋顶 韩清夏在这些密集的楼顶上 一路跳跃狂奔 身后是一大群 纹着位紧追的丧尸 呵呵呵 哦 他们摇晃着脑袋 甩着胳膊和脚 在复杂的楼顶上追逐 渐渐地 他们被韩清夏的速度 和变化的方向甩开 有的在跳跃过程中摔下去 有的则是在楼顶上 被突然转换方向 迷失在天台里 韩清夏跑了有十来分钟 身后的丧尸 基本都被甩开了 而脚下的街道 也逐渐稀疏了一点 他离开了刚刚的核心丧尸区 此刻 他面前的视野一空 他眼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场 一行大字出现在他面前 F是火车北站 美人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走 秦克紧跟在他身后 追上来道 韩清夏看到火车站 眼睛立马一亮 定位器上的位置 在南站汽车站旁边的大厦里 南站汽车站离火车南站很近 沿着火车轨道走 韩清夏立马就敲定了方向 直接往城市里面走 肯定很省路径 但是往里面走 就要面对大量丧失了 沿着火车轨道走 绕一点路 但是安全 韩清夏当即决定 从面前的车站进去 顺着火车轨道走到南站 他看了一眼周围 一脚踹开他面前 这栋六层高自建房 搭建的玻璃房顶棚 从这里面下去 这一栋楼每一层 都隔了很多房间 就跟旅馆一样 楼梯紧贴着墙面 通往每一层的房间 都隔出一条窄窄的走廊 走廊里就是一间间的出租房 韩清夏夏到五楼的时候 楼梯正对的一间房间门大开 此时正值中午 阳光透进贴着报纸的房间 照亮里面的一切 里面只有一张红色被单的窄窗 带着镜子的老实木衣柜 一台电视机 单别被砸破脑袋的尸体 那具尸体全身上下没有伤口 应该是自信变成的丧尸 而且刚刚变成丧尸没多久 就被人拍死了 那具丧尸尸体的颜色正常 不是青色 韩清夏稍稍观察了一下 一转头 就看到楼下一只青色的丧尸 呵呵 丧尸茫然的眼睛 瞬间爆发出骇人的光芒 他拖着两条 被啃食玩空荡荡的腿骨 在楼梯上如洞 像一只蛆 一层楼一层楼兴奋地往上拱 蹭 一道寒光闪过 韩清夏一刀将那只丧尸给结果了 在轰隆隆的拍门声中 快速下楼 在那些丧尸还没有冲破门的时候 他就已经冲出了这栋楼 此刻 韩清夏面前是一条非常宽的大马路 大马路上有好几处车祸 接着厚厚灰的车散乱在路面上 丧尸们也是零零散散 在他面前有一个公交站牌 一辆敞开门的公交车停在他面前 车里一个乘客都没有 只有变成丧尸的公交车司机 被困在驾驶舱 呜呜呜呜的扑腾 韩清夏走到这辆公交车前 被捆住的丧尸司机更加兴奋了 他手舞足蹈 梗着脖子 用脑袋框框撞击着收银箱 咚咚咚咚 每一下都极为用力 更随着韩清夏的靠近 用力地把自己的头和脸撞的稀烂 把外秃的丧尸眼睛也给撞出来 两团Q弹的眼球挂在收银箱上 咚的一声响 他自己的脸骨 把自己的眼球给压爆 灰白带着血丝的眼珠子 胡在收银箱的入口 顺滑的精状体滋溜一下 就滑进了窄窄的收银箱内 更是触发了里面臀壁的开关 将这糜烂的眼珠子 吞进了钱筒里 啪哒一声 跌进一大堆硬币之中 呵呵 没了眼睛的丧尸 依旧兴奋地对着外面嘶吼 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 把如此鲜活诱人的食物撕碎 填进他饿到极点的肚子里 哦 韩清夏冷眼扫尸完这趟公交车 他趁着周围丧尸少 还在移动中 一脚踹开公交车的邮箱 他掏出一个计时器 用杠杆做了一个简易的点火装置 然后在周围丧尸都要冲过来的时候 他拽住秦克的手 向着前面500米左右的汽车站跑去 哦 呵呵呵 零零散散的丧尸们 刚刚到韩清夏之前在的位置 韩清夏已经跑远了 而此刻 他站在汽车站门口 他吓到 秦克得令 一点多余的话都没有问 上去一扇一扇把大门给打开 他是半丧尸体制 里面密密麻麻的丧尸们 看到他就跟没有看到一样 听到他开门的声音 全都茫然地看向声音的方向 但是挤过去发现 没有一点食物的味道 眼里又重新恢复茫然的状态 在大厅里游荡 在随着秦克将整个火车站一楼大厅 所有的门都打开后 轰隆一声巨响 他们刚刚所在的火车站爆炸了 冲天的火光和巨响 让方圆几公里的丧尸都惊动了 火车站里面的丧尸 更是呼啸一声 全都跟跑马拉松一样 向着爆炸员急速狂奔 此刻的韩清夏正爬在路灯顶上 他脚下有一些微距的丧尸 奈何爆炸声音太响 大批大批的丧尸 还是优先被爆炸声吸引 全都跑了过去 只剩寥寥几只丧尸 还围在路灯下面 韩清夏看着里面 跑得差不多的火车站 顺着竿爬下来 对着下面那几只 嗷嗷逮捕的丧尸 一人一刀 全都砍废 快跑 嗯 秦克已然在大厅里 清理出一条路 直奔前面的站台 他还顺便搜刮了一波 里面的两个站内小超市 里面卖的过分昂贵的泡面饮料 巧克力饼干糖果 只要是还能吃的 全都被他收进了空间 末世前卖的那么贵 现在都带走 过期也要带走 韩清夏在跑进来的时候 忍不住看看这两边的东西 作为秦克的领导 韩清夏是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贯彻执行勤俭节约政策 一切物资 只要他看到的 都得收走 不管他现在有多少物资 一个都不能浪费 放心 能吃的都收了 秦克道 韩清夏听到这句 稍微露出满意之色 紧随之 他又看到倒边的饮料机 这不还有两台自动饮料机吗 秦克 韩清夏光速跑过去 把饮料机一拔 连着整台饮料机都带走 不能放过一瓶还能喝的饮料 秦克 不愧是他家美人老大 就挺好 韩清夏急速把两台饮料机收走 在二楼一些零散丧失要冲上来的时候 他迈开步子冲向了站台里 二楼里的东西就不收了 当然二楼站台也没什么东西好收了 二楼里大多都是快餐厅 虽然末世前那里的快餐也卖得过分贵 分量还少 简直可以当金子了 但是都四年了 里面再好的东西都坏了 实在不值得跑一趟 要是末世刚刚开始 韩清夏怎么都得把上面的物资都带走 一把面条都不能放过 韩清夏带着琴克顺利跑进了站台里 琴克把站台的大门重新锁上 几十只赶来的丧尸全都被关在门 韩清夏则是快速把站台里零散的丧尸给清理掉 在这个位置不能着急 因为他即将有一条很长的道要走 在这里能多杀几只丧尸就多杀几只 免得他们在路上还被丧尸追 韩清夏算着玻璃门能撑住的时间 在解决掉最后一只丧尸后 拉着琴克狂奔 门后丧尸们一只只重新委屈 他们大力锤打着玻璃门对着外面嘶吼 就在玻璃门快到临界点的时候 这群丧尸的锤打停了下来 因为韩清夏已经跑远了 他们感知不到了 挤在玻璃门边的丧尸歪着脑袋 抽筋一样嗅着外面飘来的空气 没有让他们上头的气味了 丧尸们重新冷静下来 一直一直重新散开 在空荡荡的车站里低声嘶吼 茫然地走着 韩清夏对丧尸还是很了解的 两辈子加在一起对付丧尸的经验 他不能说第一 那绝对也是顶尖水平 但凡他队伍里没有坑货 韩清夏就能一路稳健 最小损失逃离丧尸群 而且他在了解到对方的目的后 更是打算用最稳健的方式 把K博士抓出来 不能过多暴露自己的实力 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 就看到了前方一辆侧翻的动车 漫长的铁路轨道上 一整条动车拖轨侧翻载到中央 一部分丧尸被锁在动车里面 而更多的丧尸围着动车游荡 他们在感知到后面出现活人后 全都瞪大一双双外突的心红丧尸眼 哦 就在这时 一道汽车的鸣笛声响起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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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竖发带着火焰的箭头 飞向丧尸群 烈焰在丧尸堆里 烧出一长条阻隔线 韩清夏看到了铁路线外的山坡上 几个男女从一辆改装的越野车 天窗露出半边身子 拉弓满月 越野车一边往前冲 一边飞出带着火焰的箭头 火焰是他们中间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 竖着一头脏便的女孩子点燃的 他们的箭头是晒干削尖 箭头挂着油包的竹子 一点急着 在落地之后 还会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 声音和火焰将那群丧尸暂时挡住 这个空隙间 那辆越野车刺了一声 挺到韩清夏身边 车门冲着他们打开 快上车 甩着一头脏便的女孩 在车顶对着韩清夏 闪着明亮的星星眼道 韩清夏没有动 她目光从这个女孩身上 这三个人是水系精细以及速度力量变异 这三个都是双系异能者 呵呵呵 哦 快点 要不然等下大家火就来了 她在催促一声 此时已经是傍晚 F是阴沉了起来 化工厂方向飘起一股绿色的烟 韩清夏见此 没有再犹豫 她拉着琴克上了他们的车 上车之后 韩清夏就听到了外面浓雾中野兽一般的嘀吼 呵呵呵 你们运气真好 刚好碰上我们 再晚一点你们就死定了 桑辫女孩道 小九 别乱说 这时这个女孩身边的男人打断她的话 她的长相和那个脏辫女孩有六七分相 应该是兄妹 嘿嘿 被叫小九的脏辫女孩笑了起来 她笑得极为开朗热情 露出两颗甜甜的酒窝 漠视里这种笑容极为少见 我叫卢斯九 你叫什么 韩清夏 韩清夏直接道 这一位是我同伴请客 她打了招呼之后 卢斯九身边的男人一一打招呼 我叫卢斯哲 是小九的哥哥 这是那个水系精细双系异能的 我叫林旺 跟四折小九是好朋友 韩清夏冲他们俩点头 前作还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两人的画风 就跟后面这三个有点区别 副驾驶是一个文静一点的女孩 她转过头看了韩清夏一眼 语气略带忧伤道 我叫长福 而驾驶是开车的男人 则是干脆不说话 她森冷地看着前面的路 开着车沿着铁轨旁边的山丘 把那群丧尸给绕开 气场相当冷酷 她叫宋木 平常不爱说话 卢斯九这时道 韩清夏收回目光 将车里的这几个人的情况 都收入眼里 这些人一共三男两女 全都是年轻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双系异能者 那个叫长福的女孩子 是木系和空间系 开车的那个 很让韩清夏意外 竟然没有异能 韩清夏反复用精神力探测 确定没有异能无误 里面唯一一个普通人 你们基地在哪里 韩清夏接着问道 基地 我们没有基地 卢斯九耸了耸肩 我们全都是路上相遇的 大家凑在一起 都想回家 我们一路从帝都方向开回来 我们几个家都去过了 现在就剩下长福的家 他家在F市里 帝都 那么远 是得很远 所以我们开了四年了 一路躲着人潮丧尸潮 一点点开到这里 卢斯九道 对了 你们来F市干什么 找人 卢斯九听到这两字 眼睛立马一亮 那太巧了 算是跟我同路 我们可以一起结伴 嗨嗨 卢斯哲这时打断他的话 他审视地看着韩清夏和秦克 你们要找谁 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个人在哪里 F市汽车南站附近 哥 他们要去汽车南站 跟长福家一个地点 别说话 卢斯哲腻了他一眼 他严肃地看着韩清夏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起 但是你们不能捣乱 一切行动要听我们命令行动 如果做不到 我们是不会带你们 韩清夏 行 就在这时 他们车窗外弥漫满了青涩的雾 开车的宋木将车速放缓 把车停在了铁道边上 车里面的卢斯九打开一个按钮 车里面一台净化机开始转动 保证车里面的空气 外面这个毒气每天早晚都会飘出来 你们要是在野外没有地方躲 就会吸入 吸太多会伤身体的 韩清夏眉头皱了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化工厂那边什么东西泄漏吧 能泄漏四年 谁知道呢 反正从我们来这里 就看到了这个毒气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观察多久了 半年前 我们一个月前到了F市 一来就发现了这个毒物 当时我们吸入了一点 第二天就发烧可血 我们所有人就停了下来 在郊外整顿不敢进去 今天才收拾好东西 就碰到了你们 你们说巧不巧 是挺巧的 韩清夏道 这也是上天 让我们再多遇到几个同伴 我们最早也有不少同伴 他们加入了又离开 因为从帝都开到F市太远了 很多人撑不下去就离开 也有一些看到自己家人没了 也跟着离开 最后能走到F市的 就剩我们几个 卢四九的语气有些怅然 我们有一年 多没见过新同伴了 韩清夏听完 目光再度在这几个人身上扫落 这些人的气色不算顶好 但也都有气有力 体格健康 他们里面有两个空间异能者 看来这些人的物资 是比较充足的 这种充足物资 和足够的实力保证下 这些人确实能这样过日子 人类这种物种 绝大多数向往稳定和群居 还有一部分人 就喜欢在路上流浪 就像他其中一个手下灵明一样 前世就是一个人流浪 走到哪里算哪里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实力 这种自由的日子 比在基地里强多了 卢四九一看 就是很久没有跟人聊过天 拉着韩清夏一个劲地说 韩清夏也听到了 他们这只小队经历的事 他们这些人 之前也想经过基地 在路上碰到好几个 但是那里的基地 就跟土匪一样 加入基地 所有物资全部上交 所有人都要义务参加基地任务 杀丧尸 建设房子 最后还什么都不给居民 吃喝都要居民自己想办法 完全是把居民当牲口 但最离谱的 还有很多很多 有一些基地只要女人 一个男人都不要 上一个基地 还是把人当牲口 后面的都直接回归原始社会 一个山大王养着一群女人 他们这一行人 选择流浪生活 韩清夏在听完卢斯九的吐槽后 你们去玩最后一个地方 以后要去哪里 卢斯九在听到这个问题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不知道 他们根本就没有目的地 末世刚开始 他们是真的想回家 那个时候 他们同行几个人中 真的有人找到了亲人 跟亲人一起离开 加入基地去了 到了末世中期 哪里还能找到亲人 他们这些人 只是给自己一个寄托和目的地罢了 这要是让他们走完最后一个地方 他们真的没想好以后再去哪里 韩清夏看着他 你们要是找完最后一个地方没地方去 可以考虑去A市 A市 嗯 A市的丧尸已经清理掉了 连带着前面的B市 也是安全区 那里是一个很不错的定居地 卢斯九听完后 瞪大了眼睛 显然不可置信 你怎么知道 卢斯哲这时问道 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韩清夏一笑 车上的众人 在这一刻全都沉默下来 显然在思考韩清夏的话 就在这时 韩清夏感受到脚下的车在震动 糟糕 他来了 在思考中的卢斯九脸色一变 他紧紧地盯着青涩的雾中 驾驶室的宋木 更是在这一刻 脚踩着油门 轰的一声 快速往前跑 那是什么 韩清夏问道 他隔着外面的玻璃 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巨大人影 那个人影足有三米高 有一个巨大的脑袋 像一个巨人在浓雾中寻找着什么东西 这里的超级变异丧尸 卢斯九说着 这是轰隆一声巨响 他们前方的铁轨上 砸下了一块大广告牌子 他们身下改装的车子 那一声急沙 紧急停在了铁轨旁边的碎路上 巨大的声音 吸引了浓雾中的那只丧尸的注意 巨人丧尸在雾气中熬的一声 发出野兽一般的嚎叫 向着这边轰隆隆的狂奔而来 开车的宋木 冷眼落在后视镜上 他急速转动着方向盘 身下的车快速扭动 轰的一声 车子重新发动起来 打开远光灯 在碎路上重新击齿起来 外面青涩的雾 在远光灯中呈现出 雨滴一般的颗粒感 柠檬的浓雾 就好像掉进了 寂静岭的世界里一样 周围丧尸的嚎叫不断而来 身后更是咚咚咚 传来巨大丧尸的追逐声 都不许动 一直冷冰冰不说话的宋木 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 他这句话落下后 车子开出了180麦的最高速度 坐在后座的寒清下 感受到极强的推背感 好像自己整个人 都贴在了后背的座椅上 这个时候 大家当然不敢乱动 有人突然站起 或者大力转动一下 都会影响高速中的车子平衡 甚至让车子出车祸 但很显然 这种急速的行驶下 他们逐渐和身后 那只追赶过来的巨人丧尸 拉开了距离 嗷嗷叫的巨人丧尸 重新湮灭在了浓雾之中 就在这里的人 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 他们面前一路畅通的铁路 出现了一只丧尸 砰 扑上来的丧尸被高速撞飞 下一秒 韩清夏等人就看到了 前方轨道上 跑来一大群丧尸 哦 哦 哦 大批大批丧尸 张开大嘴奔跑来 远光灯下 F是南站的标志 出现在他们面前 刚刚那么几分钟的生死时速 他们直接从北站开到了南站 南站站台里的丧尸们 一支支狂奔而来 全来了 唯一算好消息的是 此刻外面青涩的雾开始退散 头顶的星空逐渐显露出来 砰砰砰 砰砰 宋木开着车 一路撵着这些丧尸 试图让车速度降下来 但是这个速度 还是太难一次性降下来 每一只扑上来的丧尸 都重重撞击着他们的改装车 每一下都是对车子的伤害 而且面前的轨道开始收缩 多条线路并到了一起 最后全都通向南站站台里面 并且站台里停了好几辆动车 根本不能再沿着铁轨走了 要失控了 宋木紧盯着面前的碎石路面 在连续撞飞了十来只丧尸后 他蹭了一声 压着开始抬高的路面 一口气直接冲上了站台上 在巨大惯性和速度下 呲啦 四个车轮在路面上 划出长长的痕迹 最后惊险地停了下来 停在了站台的最前端 此刻 车上的所有人 除了韩清夏和秦克 全都出了一身汗 如思哲更是惊魂未定地 看着停下来的车 哦 砰 一只丧尸冲过来 扒着他们的门 把鲜血淋漓的死人脸 贴到他们所有人面前 这只丧尸 刚刚被车撞歪了头 脖子垂在颈椎后面 此刻正是倒着脑袋 用后背顶着他们的门 双手反关节的卖力 敲打着玻璃门 车里的众人 看着这只面目可怕的丧尸 全都后脑勺一紧 但是 他们发现一件事 就剩这只活着的丧尸了 卢丝哲金属系异能 打开了车门 与此同时 一把刀飞了出去 正中这只丧尸的脑瓜人 所有人都走下了车 看着他们刚刚及时过来的一路 站台里一片狼藉 所有丧尸 全都被他们碾死了 而且他们的运气非常好 火车站南站里 就这些丧尸 卢丝哲一马当仙 小心向着里面走 凌望和另一个男人 走在他两边 卢丝九和长福紧跟在后 你们俩跟在我后面 卢丝九转头对韩清夏道 明亮的眼睛里都是保护欲 显然是把韩清夏他们俩 当作弱小来看 毕竟要是没有他们 就这两个没车没装备的人 他们俩早就死了 韩清夏 这有人开道 他当然不会拒绝 韩清夏稳稳妥妥 跟在他们这些人身后 他一步步向着战厅里走去 面前的战厅一片狼藉 随处可见陈旧的血迹 和凌乱一地的行李 两扇正门 一扇门碎了一半 另一扇门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战厅内 只有一只厕所边上 被手铐靠住的丧尸 青色的丧尸 看到活人气息 嗷嗷地歪着头 冲着他们叫 他一整张脸 透着中毒的青黑色 红肿外秃的死人眼睛下 长力排大大小小的农窗 像是苍蝇在里面产过卵一样 最大的农窗 有小手指粗细 黑曲曲腐蚀入骨的农窗中 是一窝白色黑色的颗粒 最恶心的 还是他被铐住的手 被手铐靠了几年的手腕 早就磨透腐烂 皮肤 肌肉 骨头筋 全都磨断 断裂的伤口处 露出一截森森白骨 骨头上有大量 不锈钢手铐的划痕 丧尸看到活人们出现 嗷嗷往外扑腾 不锈钢手铐 被他拽得哗啦啦直响 森森骨头 来回在手铐空隙里摩擦 哦 锈 空气中 一只带着火焰的竹剑 飞进他张开的大嘴里 一剑穿头 熊熊火焰 立马把丧尸的脑袋烧了起来 丧尸在嗷嗷直叫的时候 卢斯九的哥哥 一发水弹拍上去 浇灭丧尸脑袋上的火焰时 也终结了这只丧尸 卢斯九小跑着上前 把剑拔出来 连带着还有那枚金盒 行了 卢斯九炫耀一般 给韩清夏看着他缴获的金盒 只短短这么几下功夫 他们这些人就击杀了丧尸 这实力 肯定得让韩清夏他们俩震惊 韩清夏冲冲他点头笑笑 先别高兴得太早 这时 卢斯折开口了 他扫尸着整个火车站 南站是汽车站火车站靠得很近的 外面有一个超大的广场 广场外还有一个大型地下商场 而商场后面就是汽车站了 此时 这里再没有丧失 外面偌大的广场上 也一样没有丧失 倒是可以出去 只是现在天暗了下去 我们今晚暂且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天我们再出发 卢斯折道 好啊 好 大家决定暂且在火车站这里住一夜 等明天天亮了再行动 宋木重新回到车辆旁边修理着车 卢斯折带着凌望 勘查二楼站厅的情况 卢斯九则是带着韩清夏和长福 搜刮这个车站的物资 没一会儿 一大堆能用的物资 堆到了大厅中央 他们一共搜集到一箱口香糖 三箱子巧克力 糖果 大量卫生纸 卫生巾 毛巾 喜欢用品 以及三十多盒拆开后 还能吃得方便面 饮料若干 这一趟运气不错 卢斯九和长福 看着满满当当的物资 他们两个登记了一下 打包分类 全都往自己空间里装 只留一些大家今天要吃的 他们装得差不多的时候 卢斯九将两盒泡面 和四根巧克力丢给了韩清夏 你给他们干什么 他们没做什么 长福道 只要他们是我们一员 就有我们一份 卢斯九道 不管什么时候加入的 这个时候加入也得算 长福听此没有再说话 脸上稍微有些不悦 不过因为卢斯九 是他们队伍的核心 长福没再理论下去 卢斯九则是看向韩清夏 他冲他眨着眨眼 以后你们俩跟着我 我罩着你们 韩清夏 他看着卢斯九那笑得灿烂的脸 这小丫头还真有点意思 好 韩清夏微微一笑 没一会儿 队伍里所有人都重新汇聚在车旁边 卢斯九他们升起火 拿出锅碗瓢盆 煮了一大锅 今天搜刮到的方便面 大家全都凑在一起吃饭聊天 吃得差不多 大家凑在一起谈天说地 小韩 你要找的人在哪里 就在汽车站南面 长福的家人在汽车站北面 那我们明天先去哪里 你们不用管我们 我们找我们自己的人 你们忙你们的 那怎么行 卢斯九看着韩清夏 我说了要罩着你 就是要罩着你 外面那么多丧尸 你们有危险怎么办 韩清夏笑笑不说话 卢斯九看着他的表情 我跟你讲 我们基本都是双系异能者 我是火系和空间系 我哥哥是水系和金系 凌王是速度和力量双变异 长福他是木系和空间 速目他没有异能 但是他以前是部队出来的 他格斗开车方面都超级厉害 你碰到我们这只王牌小队 真是你的好运 韩清夏 傻丫头 说这么多干什么 卢斯哲这是拍了拍他的脑袋 哥 本来咱们就是王牌小队 这一路走过来 有谁是我们对手 卢斯九并不是傻白甜 对谁都把自己底细说出来 一来韩清夏和他演员 二来就是他对他们的实力非常自信 他和他哥的异能家一起 攻守兼备 在末世初期就最快适应末世 他们有水有火有空间 卢斯九的空间还不小 他们在混乱初期就顺利团了大量物资 后面更是一路乘风破浪 就跟爽文里的天赐主角一样 成为小队里的领导 带了一群人南下回家 路上队伍里也有过心怀叵测的人 都被他们收拾了 后面更是遇到丧尸 遇到想要抢他们车的坏人 但是那些人的实力 根本不能跟他们比 他们人均双戏异能 根本就没遇到过能打败他们的人 卢斯九对他们就是自信 所以他才敢就韩清夏收留他 甚至他看到这么势丹利孤的两个人 对他们颇为照顾 你们两个放心 你们是我救的 我就会照着你们 卢斯九拍着胸脯道 谁让你们运气好 遇到了我们王牌小队 卢斯哲这时 目光落在了韩清夏和秦克身上 对 大家在一个队伍里 我们所有人都会照着你们的 凌王这时跟着开口 小孩妹子 有我们在 绝对会保你们平安的 长福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那个宋木倒是难得 冲韩清夏点了下头 似乎也是认同这个事 他们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韩清夏在这种热情下 客气道 那好吧 先谢过你们 别客气 现在我们就商量一下 明天的路径吧 长福家在北面 你要去的地方在南边 南面更近一点 要不然我们先去你那里 再去长福家 这样我们刚好走一个三角形回来 长福听到这里 站了起来 他颇为不开心地往里面走 卢丝九是大大咧咧的女孩子 有什么说什么 根本没在意到 一直敏感安静的长福的情绪 长福可是很早就进队伍里的 现场一个新人来了 卢丝九就要改变地形 先去他那里 他怎么能开心 长福直接起身往大厅里走 喂 长福 你怎么了 你去哪里呀 方案你是同意了吗就走 卢丝九不解的看着他 扭头离开 我的好妹妹 人家小福不高兴了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卢丝九皱着眉头 仔细想着刚刚的事 我没得罪他呀 众人 卢丝哲摇摇头站起来 你怎么不先去他家 他家远呀 先去近的再去远的 不对吗 这个路径下 这样安排也是最安全的 万一外面的丧失多 我们不就可以直接撤退 不去了吗 要不然我们可能一个都去不了 众人 没毛病 一点毛病没有 除了 非常的直 你呀 真不该做女生 就没见过比你还直的女生 卢丝哲看着生气的长福 走过去安慰他 什么意思呀 凌王爷起身了 就是你欺负了人家长福 你还不知道 我欺负他 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 卢丝九不解 你为什么要安排他家是最后 凌王直接道 卢丝九 卢丝九看着走过去 安慰的他哥和凌王 什么呀 不会吧 韩丝哲哲一声就笑了起来 卢丝九瞪大猛逼的眼睛看着他 小韩 你看得出来吗 嗯 韩丝夏笑着点点头 他一贯都是欣喜如尘 做事谨慎忠密的他 当然能立马捕捉到别人的不悦 可是 可是 卢丝九拧巴着小脸 说不出来的郁闷 这时 韩丝夏拍着他的肩膀 可是我就是知道了 也会跟你做一样选择 韩丝夏知道人家情绪又怎么样 他做事又何须看人脸色 卢丝九听到韩丝夏的话 顿时云开雾散 他看着韩丝夏 我就说我怎么跟你那么投缘 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 有事明说 说干就干 长福他总是闷着 我从来不知道他想什么 得罪他我都不知道 还总得小心翼翼 韩丝夏嘿嘿一笑 早点休息吧 明天你们赔偿福去 不用跟我去 不行不行 我陪你 卢丝九坚定道 明天不管怎么样 我陪你去 让我哥他们赔偿福去吧 还坐在这边的宋木 也抬起了头来 第二天 早上雾飘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车里 车里面的空气净化器 重新打开 韩丝夏现在知道了 这个雾果然是早晚都会升起来 每次差不多半小时 大家在车里等着雾散完 才从车里面下来 卢丝哲和凌望 决定要赔偿福去他家 免得让他们这里 加入早得不开心 卢丝九则是坚定的 要陪韩丁夏去 大家在争执了一下过后 就分开行动 而宋木竟然也跟着 韩丁夏这边行动 大家等雾散了 众人小心翼翼地 走出南站站台 外面偌大的广场 依旧是一直丧尸都没有 奇怪 真奇怪 卢丝哲道 说不定当时这里 组织过清理丧尸 所有丧尸都没有了 卢丝九道 行了 都小心一点 放心吧 我们去的地方进 没什么危险 你们得注意一点 长福听到这里 脸上再度露出不满 大家一南一北 在广场上分开 韩丁夏手上的定位 那个K博士 在汽车站南边的 一个商场里 你要去哪里 车站后面的楼 那我们不用走 地下商场了 卢丝九瞥了一眼 前方出现 下沉楼梯的地下商场 他目光落到 汽车站停车场旁边 直接翻过去 好 韩丁夏目光 也落到了 那个地下商场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原因 他觉得那里 阴气森森 黑漆漆的商场通道里面 感觉有很多东西 他们一行人翻过了栅栏 此时面前就出现了 嘻嘻啦啦七八只丧尸 丧尸们遍布停车场 有的在车子旁边徘徊 有的在过道旁边茫然走动 还有不少被关在车里 呜呜呜呜地拍打车窗 这些丧尸清一色地 凸掩青色皮肤 摇头晃脑 跟吃了药一样 兴奋地跑过来 不等韩丁夏出手 一支支带着火焰的 逐渐射穿这些丧尸 都说了 我会罩着你 有我在 没有丧尸能靠近 卢斯九道 好 韩清夏嘴角的笑 再度扬了扬 他快步向着 前面的商场大楼走去 随着他靠近 他手上的定位器滴滴 光点逐渐变大 很快 他面前就出现了 更加精准的定位 里面的停车库 韩清夏看着面前 出现的地下车库 找到K博士了 就在这里 他加快脚步 带着一行人往里面跑 这一路非常顺利 不知道为什么 车站周围的丧尸非常少 韩清夏一边按着定位 找K博士 一边思考 为什么这里的丧尸这么少 就在他没什么头绪的时候 他找到了K博士 找到了 此刻 韩清夏面前 是一个像笼子的玻璃房 玻璃房大概有一百来平方 内有大量保温箱 里面种着菜 一只狗 以及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 里面有完善的通风系统 净化水系统 吃得睡得应应俱全 还有狗子陪着 这个玻璃屋放在外面的话 肯定很不错 但很违和地 建在了地下车库中 笼子里的狗 本来窝在老人脚边 看到人到来 立马站起来 警惕地看着韩清夏 而坐着轮椅的老人 第一眼看到人形生物走过来 并没有多在意 但是随着走近 他看到了几个活人 顿时 眼睛亮了 你是K博士 韩清夏走到玻璃房外 老人听到他叫自己的名字 更加疑惑地看着他 你认识我 我是来带你走的 出来 跟我走 老人听到这里 脸上骤然严肃 我不能离开 少跟我废话 赶紧出来 老人的狗子污的一下 低声地冲上前 冲着韩清夏呲哑 韩清夏看着这狗 就想到了自家的狗 甚是留情 只是怒吼一声 滚 吼声透过厚厚玻璃 那震慑感也是十足 老人的狗子被他吼了一声后 尾巴瞬间夹起来 害怕得音音一声 往后退了两步 狗子这种生物 最遵循领袖原则 非常敏锐 察觉对方的强弱 尤其强大到没边的韩清夏 这一声吼下去 堪比虎啸龙吟 百兽镇黄 狗子都被吓怂了 夹起尾巴退到老人身后 小心谨慎地看着韩清夏 却不敢呲哑了 行了 老人拍了拍自己的狗子 看向韩清夏 谁派你来的 韩清夏和他对视 直言说了出来 神明慧 不可能 老人在听后 第一时间摇头 我小姨被你们的人抓了 他们要我把你带出来 换我小姨 韩清夏没有遮掩 将一切都说了出来 老人像是在思考韩清夏的话 思考了足足三秒后 摇着头对他讲 你被骗了 你知道我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吗 警官我在这里看管丧尸 在外面汽车站下的地下商场里 锁着近万只的丧尸 我一旦跟你离开 丧尸马上出笼 到时候我们全都要死 没一个能离开 老人一字一句道 他的话落下后 所有人瞪大眼睛 近万只丧尸 卢四九想到 刚刚从汽车站经过 好在他们刚刚没有走那条路 他们要是下去 那肯定死定了 宋慕更是惊奇地 看向韩清夏 他到底要救什么人啊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人摇着头 对他们下最后的通牒 你们快离开这里 别再进来了 老人转动着轮椅 准备转身 这时身后传来声音道 出来 老人不解地看着韩清夏 我一定要活着带你出去 就我小姨 韩清夏笃定道 他转头看向卢四九 你能联系你哥哥吗 让他们快点离开这里 你们走后 我再把人带出来 K博士的玻璃门一开 外面数以万计的丧尸 就被放出来 韩清夏要带着他走 也得考虑一下 其他人的死活 他带着琴克 肯定没问题 剩下的人可就不好说了 这些人还都不坏 是韩清夏路上 难得遇到的何演员的 得让他们先活命 卢四九听到这里 赶忙从身上 掏出一个改装的 短波通讯器 我可以联系我哥哥 他刚刚打开通讯器 通讯器里 就传来急促的声音 小九 小九 我们出事了 哥 你们怎么了 我们 我们在 地下 哦 通讯器里传来的丧尸的声音 韩清夏和卢四九 全都脸色一变 哥 哥 你怎么了 你到底在哪里 别过来 快 爬 啪 啪 通讯器似乎掉在了地上 里面传来了急促的奔跑声音 好像千军万马在奔跑 呵呵 哦 啊 在通讯器里传来了 凌望的尖叫声后 彻底没了信号 哥 凌望 哥 卢四九看着 彻底没了声音的通讯器 急得眼泪流了出来 不要慌 这时 一道冷静的声音传来 韩清夏道 这附近有那么密集丧尸的 只有地下商场 你哥肯定是进那里了 那怎么办 想救他们 就只能提前行动 把丧尸放出来 你们都跟我走 韩清夏眼眸一冷 拍着玻璃门 快出来 老贼 K博士 K博士还想收拾东西 被韩清夏哐哐哐敲着玻璃警告 他只得放弃一切 带上自己的狗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 赶紧的 随着韩清夏最后一句话落下 K博士启动了玻璃房里的一个机关 玻璃罩被撤下来 他和他的狗子终于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韩清夏让K博士抱着他的狗子 琴克和宋木一起推着他 他带着大家一起往外跑 而一次 他果然听到了一浪接一浪 越来越近 越来越多的丧尸吼声 那呵呵呵的低吼 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脚步声 不由让人心跳加快 心慌恐惧 丧尸出笼 哦 他刚出地下车库 迎面就看到一群丧尸 闻着胃往这里面狂奔 他们全都腐烂了好多年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随风奔跑中 一阵阵恶臭传来 围首的三只丧尸 一看就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 爸爸妈妈带小孩 丧尸老爸的肚子被掏空贯穿 空空的腹腔里 吊着一大块下坠的腐肉 丧尸老妈整张脸都烂掉了 鼻子没有 眼皮没有 嘴唇没有 一张大口牙银 全都裸露在外 最可怕的 还是那个丧尸小孩 小孩两只眼睛都被挖掉 内缩的眼眶 形成两个黑曲曲的大黑洞 原本白嫩可爱的脸 如今是干瘦青黑色 就像鬼小孩一样可怕 他跑得还是最快 穿着一条粉色的公主裙 高举着手 乌哇乌哇开张大嘴 急速向韩青夏这几个人跑来 蹭 一只带着火焰的竹剑 飞向丧尸小孩 这个丧尸小孩 是进化的速度变异丧尸 身形非常灵活 卢四九的第一发剑射空之后 接连射空好几件 他一时间紧张到了极点 尤其是他哥哥 现在还下落不明 他心慌得手都在颤抖 再一剑射空之后 丧尸小孩就进到了他们两米内 哦 丧尸小孩从空中跃起 纵身扑向他们 就在这时 一发削尖的刀片 飞向丧尸小孩 正中丧尸小孩的眉心 震开他颅内惊合 是他们身后 宋木飞制的 卢四九在感受到宋木的目光后 拼了命地冷静下来 重新拿起火烛剑 对着后面的丧尸们设计 但后面的丧尸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黑压压的丧尸 源源不断从车站方向涌出来 上万只丧尸是什么概念 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 卢四九逐渐开刀 逐渐被丧尸冲上来的密度碾压时 数只丧尸接连冲破了他的剑阵 身后没有异能的宋木 连续用刀片辅助 也挡不住扑过来的丧尸 就在这时 一把长刀亮了起来 蹭 一刀结果了面前的丧尸们 卢四九和宋木拳 都惊奇地看向 拿起刀的寒青夏 原来寒青夏的战斗力 也不低呀 而且他的刀从哪来的 怎么刚刚没看到 但他们没空去想 因为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一大批 跟海浪一样 冲破马路的丧尸群 这一刻 卢四九和宋木的头皮 都开始发麻 心底都开始发怵 卢四九他们也经历过 不少次丧尸追击 但是眼前这一幕 绝对是他们见过最多的 成百上千上万只丧尸 密密麻麻的丧尸 如马峰嘶吼冲过来 卢四九甩开一长条火龙 就像一根火柴棍 被黑夜吞噬 刚刚烧起来一点 就被更多的丧尸挤掉 这根本不是他们 能抵挡的恐怖 他们死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 卢四九看到了 一大片熊熊火焰 火焰请客间 就吞没面前 整条街的丧尸 凶猛的烈焰 带着极强的灼热感 和震撼感 见过九级火系 异能者的烈焰吗 宛若平地里 燃烧起来的一颗太阳 双日同天 卢四九震惊地 看着面前 熊熊烈焰的火系异能 这火焰来自韩清夏 卢四九真的惊呆了 看着他路上随便救下来的人 他 他怎么是个大佬啊 昨天大家讨论异能的时候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还以为 韩清夏是个 没有异能的普通人 卢四九都把他 内入要保护的范围 当做他的小弟来看 但是 他的火系异能 竟然连人家的一丝火苗 都比不上 韩清夏怎么这么强啊 不是吧 跟在后面的宋慕 更是一脸震惊地 看着韩清夏 他目光极为震撼地 看着面前 宛若双日同天的火海 最后充满了复杂的 落在挥动浩瀚义能的 韩清夏身上 这是人能做到的义能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还不快走 韩清夏烧了这一群 冲上来的丧尸道 众人听到后 赶紧回过神来 全都目光灼灼地 看着韩清夏 紧跟着他的步伐往前冲 就连K博士的狗子 看着韩清夏 都崇拜得汪汪汪地 叫了两声 就跟拥护他的头廊一样 此刻 接到两边的监控 将这一幕记录下来 传输到遥远的地球 另一边的会议室里 一大群人 目光灼灼地 看着屏幕中冲天的火光 火光的亮度 都压住了天上耀眼的太阳 我就说 这个实验者 很有意思 一个胸前SS的男人满意道 韩清夏带人一路 冲回了车站广场上 大批大批丧尸乌泱 从地下商场里涌出来 韩清夏用火系 异能开了一条路后 你们几个先去车上 把车开起来 好 宋木道 琴克 你把老头跟他狗送走 是 美人老大 琴克懒洋洋道 他推着老头 往动车站里面冲 卢四九没走 小韩 不 韩姐 救救我哥 我哥他还活着 你有你哥定位 有 卢四九重重点头 他拿出一个定位器 我哥在下面 救救他 走 韩清夏拿过他的定位器 把腿往下冲 卢四九和他哥帮过他 救了 韩清夏掌心一道空气盾挥出 将丧尸都隔离开来 卢四九紧跟在他身后 震撼无比地看着这一幕 这又是一种异能 韩清夏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怎么会这么厉害 他之前自己还自诩王牌小队 他是王牌强者 默设了就跟开了挂一样 拥有双戏异能 走哪里 收拾哪里 可没想到他那点实力 简直都不够韩清夏的天头 卢四九震惊到都说不出话了 他跟在韩清夏身后 快步冲进地下商场 昏暗的地下商场里只有丧尸 一阵丧尸腐烂的恶臭直扑面来 商场的走廊里 店铺里 没有隔断的货架后面 都是丧尸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是长福 在前面 卢四九紧张道 下一秒 他就跟着韩清夏快步往前跑 此刻 一间美甲店里 三个人退到了收银台最里面 用柜子挡着面前挤得满满当当的丧尸 哦 轰隆 挤在最前面的丧尸 一爪子破开柜门 他伸长手使劲往里面勾 锋利尖锐的爪子 刷刷地挠着柜子背面 每一下都挠出深深的印子 木屑飞落 匹刹的木刺扎进他指甲和肉的缝里 丧尸也浑然不在意 躲在柜子后面撑着的人 感受随时都要冲破的丧尸 心拳都跳到了嗓子眼 就跟已经挠到了他们头皮上 随时都会把爪子插进他们血肉头骨里一样 让人头皮发麻 凌望是力量变异丧尸 他死死顶住柜子 卢四折的水系和精细异能 不要浅地往外挥 他有效地阻挡了前面的几只丧尸冲刺 而面对后面一浪一浪冲上来的丧尸 就几乎没有作用 长服是木系空间系异能者 可现在毫无作用 哗啦一声 他旁边的指甲由柜子被冲开 一只丧尸青黑色的手猛地冲破而来 就在这个紧要时候 一道耀目如太阳的火光 在他们面前汹汹烧了起来 So So 烈焰之中传来熟悉的逐渐声音 强大的后镜先飞面前密密麻麻的丧尸 清理出一条路来 卢斯哲等人震惊地 看着尸山火海中杀进来的人影 斯哲 你 妹妹这药牛了吗 林望张大嘴道 卢斯哲眼中更是震撼无比地 看着那些黑影 他妹妹的火系 亦能这药牛吗 他怎么不知道 旁边的长服更是瞪大了眼睛 而让他瞪大眼睛的并不是卢斯九 而是他身后一道扎着高马尾的身影 这火焰 并不是卢斯九发出来的 是那个半道夹进他们队伍里 来路不明 连攻击力都没有多少的女人 是他 长服眼眸里一时复杂至极 在韩清夏没来之前 队伍里只有他跟卢斯九两个女孩子 卢斯九不用多说 卢斯哲是他哥 他性格大大咧咧 大家都不会把他当女孩子看 所有人都很照顾他 有什么安排都紧得他先 而昨天韩清夏到来后 他明显感受到大家的注意力 转移到他身上 长服那个时候就有点吃味 卢斯九那个没心没肺的 竟然还给他先安排路线 这如何让他能开心 好在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也就长得好看一点 可现在长服震惊地看着漫天灼热的火焰 还不走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便是卢斯九道 快走啊 韩姐来救我们了 大家在听到他的话后 全都如梦初醒 卢斯九把他们堵在收音台的柜子推开 在狭窄的空间接应他们 接到这三个人后 他便转身带着他们往外跟着韩清夏 四面八方的丧尸汇聚满条街 店铺 但是卢斯哲震惊地发现 所有丧尸好像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住 他们张开大嘴 面目猙獰地往上扑 血淋淋的深渊大嘴 随时就要咬断他们的喉管 啃咬着他们的筋肉 破开他们的肚子 撕碎他们的内脏 而现在 所有丧尸都被挡在他们面前 咫尺之隔 无法突破 卢斯哲震惊看着这一幕 目光缓缓落在前面开路的韩清夏身上 韩清夏拎着一把刀 走在丧尸巢之中 就跟如履平地 无形的异能波动 从他身上发出 卢斯哲这才后知后觉道 小九 刚刚那伙西异能不是你 卢斯九就跟看神奇动物一样 转头看了他哥一眼 哥 你脑子被丧尸吃了吗 我哪里有那本事 卢斯哲 在他旁边的凌望 更晚地反应过来 卧槽 是那个小韩 什么小韩 要叫韩姐 卢斯九道 而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穿过了地下商场的长长走道 空气罩保护下 隔开所有丧尸冲到了出口 此时 出口处是看不到边的丧尸 乌泱泱就跟来抢商场打折一样 前扑后继地往里冲 蹭 在空气罩外 升起一整片熊熊火焰 强大的烈焰 瞬间冲开三米内的所有丧尸 被空气罩保护在正中间的一行人 看着眼前这一幕 全都忍不住咽口水 这得是什么样的力量了 这个女人是什么 我拿点异能跟人家比 就是小火苗 卢斯九道 亏他还总觉得自己是天才少女 看到韩清夏后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说出这样的话 身后的卢斯哲和凌望 则是想到了 昨晚他们跟韩清夏吹牛 说要保护他 有他们在 一切都没问题 想再想想 简直要脚趾头扣地 他们怎么能在这么强的大佬面前 吹这种牛 更关键 韩清夏一点没有嘲笑他们 也没有秀半分 根本想不到 韩清夏远超他们几个层级 眼看着韩清夏一行人 就要从漫天湿海中离开 他们脚下的地面 重新传来了震动 咚 咚 咚 去想从远处传来 卢斯哲等人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小山丘般的庞然大雾 从车站后面跑出来 是他 昨天在农物中 追逐他们的超级进化丧尸 全速挥动着异能的韩清夏 抬起头就看到一个体型是常人五倍 身高在三米左右的巨人丧尸 他全身上下 长满像农包一样的肌肉 发达的斜方机 让他看起来 就跟一个没有脖子的怪物一样 他嘴巴非常大 张开能一口咬掉人头 被大嘴挤压的眼睛并没有多大 但全都是丧尸专属的灰白色 浑浊没有眼瞳的丧尸眼睛扫尸到水 就让人不由心底发颤 最可怕的并不是他的长相 体型 压迫感 而是 他手上拎着一个大广告牌子 巨人丧尸在密集的丧尸堆里狂奔 一排子下去 先飞无数丧尸 他竟然会使用工具 韩清夏看着这只拿着武器的丧尸 眼眸瞬间就凝重了起来 到现在为止 他遇到的最高最聪明的 就是那只四级的精神系异能丧尸 那只丧尸会躲了 而眼前这只丧尸竟然会用武器 上一世 没有异能的韩清夏一直本着狗的原则 很少出门 击杀的最高等级就是三级丧尸 对于高级丧尸 一切都是听别人传言 但事实上 并没有多少人遇到高级丧尸 因为很少 人类异能者进化不容易 丧尸进化更不容易 面前竟然已经出现了 会用武器的丧尸 所有一切思考不过一秒钟 巨人丧尸又跑了好几米 已然到了他们面前 韩清夏看着要冲过来的丧尸 眼里出现了凝重 就在这个时候 自拉一声 一辆改装的越野车 从车站里冲了出来 韩清夏一看到那辆车 眼睛一亮 你们快跑过去 卢斯哲几人听后 卢斯九想要说什么 别他哥哥一把拉住 向前狂奔 关键时候就是要听话 一切不听话 都是在害人害己 他们两个刚刚跑出三米 身后的巨人丧尸举着广告牌 已然而至 哐当 一广告牌重重砸在地上 十来只丧尸当场被拍成丧尸饼 脑僵子肠子内脏糊了一地 胳膊腿这些零件部位 更是跟玩具一样 被拍飞 巨大的声音 让身后的人感觉耳朵一鸣 强大的震动感 让奔跑中的他们 都觉得身体在颤抖 人类那点身体 在强大的丧尸面前 真是脆弱的可怕 卢斯九的心口 在剧烈颤动 害怕 渺小 在强大未知生物面前 被支配的恐怖 他想到了丧尸病毒 刚刚爆发的时候 那时的他 还是个大学生 他寝室里的下铺同学 突然发作 一口咬在了 过去看他的室友的脖子上 他直接还记得 那个丧尸室友 抬起满是鞋的脸 张开还没拒绝 消化掉的脖子肉的大嘴 啪哒搭掉着血肉 恐怖地看着他 这四年来 遍地都是丧尸 遍地都是惊慌失措的人 他自诩 自己有点幸运和天赋在身上 在混乱的末世里 过得还算不错 可今天看到的丧尸 再度拉回了他 被丧尸支配的恐惧 他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 是纯幸运 不是实力 他这个时候忍不住 转头看向韩清夏 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 足以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 一道冲天的火光 在一个女人身上燃起 他身上在着火 烈焰一般熊熊燃烧 巨人丧尸的广告牌 在拍到韩清夏面前时 停在了半空之中 韩清夏徒手撑住 这力量完全堪比巨人丧尸 在绝力了两秒过后 韩清夏两手抓着这只广告牌 猛的一用力 竟然将他从巨人丧尸手上 抢了过来 砰 韩清夏反手就将广告牌 拍进巨人丧尸身上 轰 广告的金属感 横七竖八地插入他胸骨 肺部 心脏 肚子里 饶是如此 巨人丧尸也跟没有问题一样 他吼了一声 灰白的丧尸 眼睛更加残暴地冲上去 速度极快 这时 那道单薄的小身影 像一只无比灵敏的猫一样 原地跃起 踩着巨人胸前插着的广告牌支架 对着他的脑袋冲刺 快如闪电 快到不止让丧尸抓不到 更让人肉眼都难以捕捉 四啦 一把糖刀插进了巨人丧尸眉心 那个女人抓着刀把狠狠扎了进去 超级强化力量 他的刀轻松地破开了丧尸的皮肉和骨头 韩清夏抓着手上的刀 反身跳到他头顶 猛然向后滑 给我去死 他站在巨人丧尸头顶 如同后翼开弓 光芒在他身后闪烁 韩清夏生生切开了他的脑袋 一大捧黄白夹着黑色血的脑浆子 像开的水龙头一样 涌出来 巨人丧尸疼得熬得大叫 韩清夏脸上表情不带一丝变化 不管巨人丧尸怎么甩动 手上的力气加重 直奔金河的位置 哗啦 刀尖一拔 一颗鹅蛋大小的金河飞了出 在空中的韩清夏 一把接住这颗鹅蛋大小的金河 而那只巨人丧尸 忽满一身脑浆子 轰然倒下 肌肉颤动中压倒身下 数七八只丧尸 卢斯九看到韩清夏一刀 就解决了那只巨人丧尸 眼睛彻底惊呆了 纯肉身进攻 干脆利落的肉搏 让他煞食看到战神将士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吧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少女吧 这简直强的 只剩下让人仰视 他有力量变异 和速度变异双异能 并且他的异能等级 碾压我不知道几倍 所以才能破开巨人丧尸的脑袋 凌望倒出了核心 可这倒出来 只能让其他人脸上 没有半分动容 因为那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这种强势他们都不能评论的 那还是人吗 凌望不由再感叹一句 哥 我们救了神对吗 卢斯九道 什么话 是神救了我们 他根本就不用我们救 卢斯折道 剩下两人疯狂点头 就连长服都忍不住点点头 车里开车的宋木 看着如果耀眼强大的韩青夏 一双冷漠的眼睛都露出了仰望 这个女还是打了什么药吗 车里面 另一道老人声音传来 K博士看着一路厮杀出来的韩青夏 忍不住道 我们家美人老大 一直都是这么强 琴客懒散带笑的声音传来 汪汪汪 车里面的狗子都忍不住叫两声赞同 他们几个说话的功夫 韩青夏已经从战场上跑回来了 那个速度甚至比早跑过来的卢斯九他们还快 韩青夏上车后 第一时间先检查了一下车里面的老头 K博士和他狗子都在 没问题 哦 他们身后 丧尸群重新涌上来 卢斯九等人一溜烟的往里面挤 赶紧走啊 韩青夏道 他开口 所有人骑刷刷看着他 一个个闪亮着眼睛就跟看到崇拜的明星一样 韩姐 这些小丧尸而已 你不再展示一下身手吗 卢斯九闪着光道 展示什么 赶紧跑 众人 宋慕一脚油门重新冲回了车站里 身后乌泱泱的丧尸甩着手脚 摇头晃脑的紧追着车子跑 越野车穿过了大厅 冲到了站台 沿着他们来势的方向 冲下站台 顺着几乎没有丧尸的铁轨一路往外冲 逐渐将丧尸甩开 在经过北站台的时候 韩清夏的耳脉里传来了声音 恭喜 No.7913完成任务 现在请你停在原地 30分钟后 将有直升机过来 带你和K博士离开 我小姨呢 韩清夏直接道 请No.7913带着K博士上直升机 韩清夏听到这里 眼里露出杀气 我上你码 我小姨呢 请No.7913按我们的指令形式 我们将保证你小姨的安全 韩清夏听完之后 用力地深呼吸 她目光落在了对面的K博士身上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你们说话不算话是吧 给我等着 还有 姑奶奶叫韩清夏 韩清夏一把把耳脉摘下来 抓着耳脉捏成粉碎 将里面的定位芯片 给丢到后面的丧尸堆里 继续往前开 我会让我的人来接我们 韩清夏是不可能 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更不可能蠢地把带着K博士 一起进他们那里 他答应他们一次 这些人说话不算话 那他们就等着 越野车一路沿着铁路向前开 没一会儿 所有人眼前就出现了一架直升机 车停了下来 韩清夏把K博士和他的狗都抓了出来 秦克跟在最后下了车 他们在那群人的簇拥下 上了直升机 卢斯九等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瞪大了眼睛 我要走了 你们要跟我走吗 韩清夏停在直升机前 看着卢斯九这几个人 卢斯九立刻看向他哥 长福在他家找到他亲人 去了这附近一个基地的消息 我们还得去那里一趟 韩清夏听到这里 不再挽留 他看着这几个匆匆短暂的伙伴 祝你们好运 谢谢 韩清夏转身登直升机 是对吗 对 我们下一站就去找你 好 韩清夏淡淡点头 报我的名字 知道了 哒哒哒的直升机声空声音 地面上的卢斯九等人 全都仰起同目 送着直升机离开 你们说韩姐是个什么人啊 不知道 咱们怎么能碰到这样的大佬 他们一直等到直升机看不到边了 装甲车重新发动 向着自己的方向而去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方向 萍水相逢 同路一程 又各奔东西 直升机上 韩清夏看着K博士 老头 你哪个部门的 K博士看出了 这不是他们组织的飞机 老麦的脸上浮出一丝精明 你不是我们组织的 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带你走 就是为了救我小姨 现在你们组织爽约 你最好聪明点 倒向我的阵营 我留你一命 K博士但笑不语 不配合是吧 韩清夏给舱内的惊虎一个眼神 暴躁老哥咔嚓一声把枪上膛 顶在他脑门上 K博士看到他用枪指着自己的脑门 直接闭上眼睛 一副对方想杀就杀 看他们敢不敢 上了年纪就是这么滚刀肉 有恃无恐 韩清夏见此 他目光落到他身边的狗子身上 狗子对上他这目光 耸得呜一声往后退 韩清夏冷笑道 这只狗子养得不错 拿去做狗肉火锅挺好 K博士听到这里 蹭了一下睁开了眼 张开胳膊就去保护自己的狗 金虎一巴掌摁住老头的肩胛骨 另一边徐绍阳抓住了他的狗子 汪汪汪 呜呜 狗子吓得呜呜直叫 拖过去 现在就宰了 K博士看到这里 老毛里的眼泪水都往上流 你有什么冲我来 行 等下煮了狗肉火锅分你一碗 你尼尼 K博士瞪大了眼睛 看着不当人的韩清夏 他一咬牙 行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把我的狗放了 终究还是干不过韩清夏 韩清夏轻笑一声 早这样多好 老头 你来自神明会哪个部门 神言怨 你的编号多少 S089 你的卡给我 我没有带 韩清夏又给徐绍阳一个眼神 徐绍阳抓起刚刚赶传口气的狗子 往后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